如果说悬疑伤脑电影有断尾 那它绝对能算上一号 甚至很多网友认为 它是当年的奥斯卡遗珠 开始我不信 直到我看了才知道 它是有多么的残暴 100分钟的电影 前90分钟 我基本把所有的主要人物 都怀疑了个变 甚至就连受害者 我都没有放过 可当真相揭晓时 它却变成了一个 让你想抱脑子 都想不出的结局 它就是上映于2005年的 悬疑家作万能钥匙 如果你是个悬疑电影的爱好者 相信这部电影 你早就看过了 也一定曾被它里面 精彩的悬疑气氛 严谨的情节设计 甚至是诸多的细节所震撼过 哦对了 整部影片的铺垫 可能有些慢热 那只要你耐心看完 就会发现一切都值得 故事开始于美国的 路易斯安那州新二两 我们的女主卡罗林肉丝 是一位疗养院的实习护士 平时呢 她就给病人讲讲故事 谈谈心 正所谓是人美心善的那种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她发现疗养院 对待刚刚死亡的病人 态度极其冷漠 恨不得一秒都不想耽搁 快点腾出床位 迎接下一位将死的人 同事的冷漠 让这位刚刚毕业的小姑娘 感受到了人性的丑陋 再看看垃圾箱里 堆满的各种遗物 她决定离开疗养院 反正到哪都有工钱 这不 她看到了一条包吃包住 周心一万道了的护理工作 只不过这地点有些偏在郊区 闺蜜甚至说那里经常闹鬼 但她还是决定要去看看 因为闺蜜说的闹鬼 其实是一种吐槽 表示那里非常穷 落后 也就会经常上演一些恐怖的事 这这样 肉车在第二天 独自前往了面试地点 可映如眼帘的 竟是一座只有在恐怖片里 才能看到的年代久远 阴身破旧的大宅子 宅子主人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妻 妻子正在给老先生修理着头发 而在此时 身后又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叫卢克玛修 招聘广告就是他发布的 也是这栋房子的法律顾问 不过就在介绍的环节上 戴卧太太却明显不满意 肉身的到来 匆匆离开了 不过幸好又卢克圆场 这才避免了肉身的尴尬 他说这老人口挺可怜的 一个月前呢 他老伴搬在阁楼上中风了 现在全身瘫痪 而戴卧太太年纪大了 根本就弄不动搬 所以才想找个护工来照顾他 然而刚刚缓解下来的气氛 却又被戴卧太太的抱怨 拉回到了起点 他嫌肉身不是本地人 嫌他不懂行见面礼的规矩 反正就是没相忠 肉身被这莫名其妙的羞辱 气得火冒三丈 转身就要离开 但却又被卢克劝说了下来 原来啊 班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 医生说他最多还能再活一个月 所以戴卧太太 一想到要失去老伴 心里就会变得超级难过 再加上他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保守的观念 让他很难再找到护工了 因为肉身已经是面世的第五个人了 看在钱的面子上 你就忍他一个月吧 就这样肉身留了下来 然而这次决定 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诸多诡异的事即将上演 首先就是他回家求行李的时候 附近加油站的门口 撒满了醒目的红砖粉 这是本地有名的取邪方法 据说可以将坏人拦在外面 只不过现在的肉身 对此还一无所知 而屋里突然出现的一个盲人老太 也吓了他一跳 虽然这里离他家 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但却也完全是个陌生的地方 甚至本地人说话 他都听不懂 而再次回到工作的地方后 气氛也变得越来越诡异 他不仅发现大宅子里 竟然没有一面镜子 好像都被藏起来的 就连他要照顾的班 也突然紧紧抓住他的手 眼神中还透露着一种警告 好像有话要说 可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 但戴卧太太却一点也不惊讶 按他的说法 这时班又犯病了 只要按时吃药就会没事 随后戴卧太太又介绍起了 这栋大宅子的历史 他说这里的第一任主人 是一对兄妹从小就住在这里 后来呢 由于迫于生计 才卖给了他俩 出于尊重啊 戴卧太太更是一直保留的 兄妹俩的照片 然而就在肉身好奇的拿起相框 里面却又调出了另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对黑人夫妇 和两个白人兄妹的合照 后面写着 贾菲斯爸爸和西西丽妈妈 虽然很好奇 但肉身还是将照片塞了回去 继续听戴卧太太介绍起来 这里还有30个房间 第一任主人为了方便 做了两把万能钥匙 现在一把给你 一把他自己拿着 结果钥匙 肉身还是好奇的问出了 为啥这里一面镜子都没有呢 这解释听起来虽然有些勉强 但也还说得过去 不过就在第二天 肉身尽心尽力地 照顾这般的体居生活 洗澡溜弯晒太阳时 戴卧太太却突然问她 欲信仰宗教 紧接着又让肉身帮自己 去阁楼取袋种子 这也是肉身第一次使用这把万能钥匙 来到阁楼这里没有灯 光线很差 最后她摸索着寻找种子时 阁楼的尽头 就传来了一阵异响 后面竟然有道门 万能钥匙都打了牌 突然关上的门 吓得她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急忙拿起种子走出阁楼 可突然又被戴卧太太 吓得了 而此时肉身也突然回想起 她老公班不正式在阁楼中风的吗 难道会和那扇打不开的门有关吗 里面又究竟藏了啥呢 可戴卧太太却对她的疑问 丝毫不感兴趣 几句话就把她打破了 然而等时间来到晚上 她却又被一阵异响惊醒 是楼上传来的 应该是班的房间 可等她来到班的房间 却发现班不见了 卢翼却还在房间里 难道班能走路吗 若是倒遍了所有能去的房间 都没有班的身影 直到她看到窗户下的一滩水 打开窗户发现班 正在屋顶艰难的爬行 更诡异的是 她越是呼喊班 班就越是慌张的 加速爬行 最终从屋顶掉了下去 甚至不断想要 挣脱肉身的帮助 而此时的戴卧太太 也被惊醒 嘴里还不断嘟囔着 一定是药量不够 快把轮椅推出来 然而就在肉身 重新返回房间时 却发现了蹊跷 掉落的被单上赫然写着 救救我的字样 可来不及多想 在戴卧太太 越加急促的呼喊声中 肉身只能先把被单藏起来 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到这对老夫妇面前 但可就在两人用尽全力 想要扶起班时 班却再次露出了求救 甚至是绝望的眼神 第二天 肉身查看了班摔下楼的地方 发现对面的河里有一艘船 难不成 班是想通过这艘船逃跑吗 正当肉身疑惑时 律师卢克来了 肉身赶紧拉他进屋 想要给他看那个被单 可被单上却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昨晚看到的都是幻觉吗 若是也回忆起来自己的父亲 潘迪奇的他 因为闹情绪离家出走了很多年 后来才得知父亲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也许这就是他为啥 那么在意疗养院去世的老人 卓尔班脸上无助的眼神 都让他念念不忘 应该都是源于 他对父亲的那段遗憾 留下的敏感数字 然而就在肉身 想要继续把话题 拉回到班身上时 两人的对话 却被戴卧太太打断了 但我太太走后热心的卢克虽然觉得他对班的事儿完全似乎 是多虑了 可还是留下了自己的名片 表示如需帮助可以随时联系他 戴卧身却依然觉得这房子里肯定隐藏了啥秘密 特别是班的那个眼神 于是出于好奇心的本能 他趁着带了太太在楼下 偷偷溜进了阁楼 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并发现了打不开门的原因 竟然是锁眼里有一截断掉的钥匙 于是他仔细清理 再次插入万能钥匙 门开了 和房间里出了一些星星头骨 五眼娃娃 还有一堆大大小小装着各种器官的标本罐子版 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了一本有关于献祭的手写本 上面画着一幅诡异的魔咒 还有贾菲斯爸爸的各种照片 除此之外 肉身还在地板上发现了一枚三头蛇戒指 以及一张1920年录制的黑胶唱片 于是满心疑惑的肉身 并迫不及待地赶回自己的公寓 播放起了黑胶唱片 然而里面却根本不是什么歌曲 而是听不懂的咒语 假如此时 他闺蜜也回来了 而他竟直接听出了 这是糊涂巫术的献祭咒语 因为他姑姑就对此很着迷 不过呢 你也不用害怕 听说这种巫术 只信则灵 不信这啥事没有 说着还要拉肉身去他姑姑开的店里转一转 就在街角洗衣店的后面 然而肉身却压根就不信这些 他只是出于好奇心 才拿了那些东西 晚上他按照惯例 查看了一番班的状况 然后 然后就不出意外的 把阁楼发现的镜子挂进了班的卧室 他认为戴卧太太一定隐瞒了啥事 要不然班也不可能无故逃跑 忽然第二天一早 肉身被一阵急促的扎门声惊醒 原来是戴卧太太看到了那面镜子 并大发雷霆的警告肉身 然而 此时的肉身也不装了 坦白说自己已经进入那个阁楼了 家里为啥不装镜子 是不是和那些巫术的东西有关呢 不解释清楚 俺就辞职不干了 别说这么硬刚 戴卧太太还真的就说出了真相 原来啊 这栋房子是有秘密的 一切呢 都要从90年前说起 这栋房子的主人 是个叫索普的白人银行家 他专门靠坑穷人的钱 获得了大量财富 他心地很坏 脾气很差 照片里的两兄妹 就是银行家的孩子 而身后的黑人夫妇 这是他家的仆人 只不过这俩人 一点都不简单 是当地有名的双头医生 也就是既懂医术 又懂巫术的人 阁楼就是他俩的房间 不过在那个年代啊 即使你是双头医生 在白人眼里 你还是任人摆布的奴仆 甚至还经常被虐待 直到有一天 银行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宴会上 客人听到阁楼里 似乎传来了某种音乐 或是喊叫声 等众人赶到阁楼 亲眼目睹了这对夫妇 正在教银行家的俩孩子 巫术 银行家勃然大怒 不仅将夫妇俩吊死在了树上 甚至直接给焚烧了 至于之后的事呢 就是他家有钱有事 命案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厄运却也盯上了这一家人 很多人都说 这是那对黑人夫妇 回来索命 不久之后 银行倒闭 银行家也在枪杀妻子后 选择了吞枪之间 只留下了那两个孩子 直到1962年啊 那两孩子在老死之前 把房子卖给了他 起初 戴卧太太也不知道 为啥阁楼的房门要紧锁 房子里没有任何镜子 现在他知道 听闻这些 肉身已经开始明显不耐烦了 什么武术 简直是无极之谈 他认为戴卧太太是迷信太深了 可直到这一天 他给搬洗澡的时候 眼睛不小心被迷了 于是他拿小镜子开始清理 但可就在他清理完之后 又想起了戴卧太太说的 这房子被诅咒过 在镜子里能看到黑人夫妇的灵魂 于是出于好奇 他竟把镜子照向了班 按剧烈的反应 让肉身渐渐的相信 巫术可能真的存在 而他也认为班就是中了巫术诅 于是在当天下班后 他直接去往了闺蜜说的 姑姑开的巫术商店 进行咨询 店主告诉肉身 只要用红砖粉画成一条直线 那么想要伤害你的人 就绝对过不去 换言之就是可以知道 敌人嗜碎了 但肉身却认为 这只不过是心理暗示罢了 之所以这种招数会有效 是因为相信他的人都很迷信 但回过他来想想 戴卧太太和班不恰好 就是很迷信的那类人吗 说不定班的中风 就是他自己的身心不移所造成的 没法可以通过一些所谓的乌药 治好他也说不定呢 于是肉身便买了一整套巫术治疗套餐 想用魔法的力量 对抗魔法 尽量帮一下班 可令肉身咱们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像模像样的 施展所谓的巫术时 班的脸上不仅流出了眼泪 甚至开始含糊不清的 开口说话了 只要口词实在是不清 肉身根本就听不懂说了个啥 但也可以基本断定 他害怕的人就是他妻子戴卧太太 只可惜马上就要得到的结果 被戴卧太太的强行闯入打断了 而班也再没敢说出任何话 这一宿肉身做了很多噩梦 他梦到贾菲斯爸爸和西西丽妈妈 将自己的眼睛缝得像五眼娃娃一样 惊醒之后呢 他甚至看到了门口有人经过 于是被吓坏来的他 隔天就准备收拾东西 离开这个鬼地方 可看了一眼可怜的班 他又想到了自己死去的父亲 于是便拿起相机拍下证据 想要说服卢克 相信老人的遭遇不是意外 很可能就是戴卧太太造成的 可卢克也和他开始时一样 丝毫不相信什么巫术一说 于是没办法的他 只好拜托卢克 寻找上一个离职的护工 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有用的线索 不出意外 上个离职的护工 说那座大宅子很诡异 上一任房主 也就是那对兄妹 在卖掉房子后呢 就中风去世了 就和现在的班一模一样 更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赶紧离开就对了 可洛西尔却压根就没停进去 眼看着没得到什么线索 就打算先回大宅子 而就在开车返回的路上 他又看到了那个诡异的加油站 他回想起来 当时在店里听到的音乐 不就是在阁楼上 找到的那个献祭咒语吗 在家里门口 还有红砖粉这个细节 让他断定 此前那个盲人老太 肯定知道点啥 果然他不仅知道 这个咒语的秘密 还知道这个咒语 正是那个被烧死的黑人 发现的 而这个咒语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每当献祭一个人 就可以拥有他剩余的生命 听到这儿 肉身终于恍然大悟 也彻底认定了班的中风 就是带卧太太搞得贵 他要献祭班 得到他剩余的生命 于是他便马不停蹄的赶回大宅子 可同行的律师卢克 却竭力阻止着肉身 他认为这么貌似的把班带走 这和绑架毫无区别 找到更加确凿的证据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于是冷静下来的肉身 想到了那张黑胶唱片 可令人意外的是 唱片不见了 他也终于不再怀疑 自己出现过幻觉 床单上的求救雨和唱片 铁定都是带卧太太搞得贵 那么现在肉身唯一要做的 就是拿来红砖粉 偷偷撒在地毯下面 撤死他 如果他不敢进来 那就绝对是个坏人 果然无论肉身说什么理由 带卧太太就是不肯踏进房门半步 其实 我有一些烤箱 我应该不离开 它只需要一秒 我能从这里看得到完 你想要这个盒子吗 好 你可不可以进房间 让我看看我看得到什么 好家伙 经过这么一段极限拉扯后 肉身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结果他必须带着班逃离这里 至于怎么逃 那就是在晚餐中加入一些猛料 但他就在带我太太 倒地的瞬间 他竟然直接掏出了一张符咒 肉身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呢 一把夺走冲了出去 而这张符咒正好就是他在阁楼上看到的那个 至尊庇护魔咒 之后他又在带我太太的房间里 找到了唱片和写着求救的床单 甚至还有一流他的头发 可来不及多想 他必须在药效失效前 代班离开这里 可刚刚出门的他就发现 院子的门被锁住了 于是他开始用车猛撞 可几次堂试下来 门不但没开 反而是车先坏了 没时间了 带我太太的药效已经失去了作用 并拿起猎枪一路追了出来 幸好此时的肉身已经提前把班藏了起来 然后通过小船一路逃了出去 他第一时间就去往了卢克家中 并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而此时的卢克也想到 如果再能搞来录音作为取证 那带我太太的罪行将会被作死 说的便拿起录音机 试图打给带我太太 然而刚愣静下来的肉身 却注意到卢克的房间里 竟然播放着一首古老的黑人音乐 还有桌子上也全都是一些律师入门的出击手册 以及偷拍自己的照片 甚至抽屉里还有一枚三头蛇的戒指 一把断掉的钥匙 然而一切都已经忘了 再回来的卢克直接勒住了肉身 直至他完全失去了呼吸 再次醒来时 带我太太已然就在眼前 肉身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才是那个要被献祭的人 但可就在这危机关头 肉身却再次看到了一线希望 那就是他撒在门口的红砖粉还在 他只要能过去 就有活下来的希望 于是他说出了 斑被藏在了后院的仓库里 等带我太太走后 他趁机进入了那个房间 鲁克果然拿他没办法了 他将剩下的红砖粉 撒慢个个入口 然而就在他即将把所有的入口 都用红砖粉封上的时候 带我太太却突然撒了回来 随即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幸好肉身年轻力壮 几个回合下来 带我太太被摔下了楼 摔断了双腿 而肉身则立马捡起电话报警 之后他又打给了闺蜜 还没等他说出什么 电话线就被带我太太剪断了 绝望了他也只能继续往楼上跑 为自己争取更多活下去的机会 但可追在他路过阁楼 却意外发现了一个 还没有不止完成的法阵 突然他回想起了 抢来的庇护咒语 当时的带我太太 就是想用她来保护自己 有时候肉身便也按照上面的描述 迅速收集起了各种材料 终于在带我太太 闯上来前 完成了庇护法阵 原来这一切都是陷阱 肉身的闺蜜说的没错 糊涂无数 只信则灵 不信 这啥用没有 而现在肉身已经相信过了 楼下的卢克 也放起了黑胶唱片 东南着献祭咒语 一步步走向阁楼 一切都忘了 带我太太一把扯出镜子 推向肉身 镜子上面红断散烁着 随着镜子破碎 一切又回归到了平静 许久之后 肉身也从昏迷中醒来了 只不过刚刚苏醒的她 却熟练的拿起了一根 带我太太的香烟 原来所谓的献祭 其实就是灵魂的交换 90年前 那就黑人夫妇 根本就没有被火烧死 死的只是他们的皮囊 和已经被交换灵魂的兄妹 黑人夫妇 占用了兄妹俩的身体 并在多年之后 假卖这栋房子的时候 交换了班和带卧的灵魂 而现在 两个巫师的灵魂 又再一次转移成功 寄居在了律师卢克 和我们的女主肉身身上 没人知道 他们会存活多久 更不知道 下一个要被献祭的人 是谁 第二天一早 闺蜜和警察赶到了 但没人会发现 真正的肉身 已经被困在了 戴卧太太的躯壳之中 而此时的肉身 也终于明白了 眼前的班 才是真正的律师 卢克马修 好了 看到这儿 电影结束了 我们也该把 这部电影的绝妙之处 给大家好好捋一捋了 看看那些 在影片中 不起耳的台词和行为 在真相揭晓的那一刻 赋予了什么不同的意义 我们首先 就是从面试说起 戴卧太太 对女主肉身挑三拣四 嫌她没有南方口音 又嫌她不是本地人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她 更喜欢上一位黑人呼控 她才是最理想的皮囊 别忘了 戴卧太太之前的真身 可是个黑人呢 再之后 戴卧太太调侃律师 跟女主肉身 培养感情那段戏 其实是她真知处了 要知道 她可是活了近百年的人 保守程度 看比最强王者都不为过 而律师说出的那句 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 也不是演给女主看的 而是真情流露 女主入职后呢 待会儿更是时不时的问她 家人还健不健在呀 信仰宗教不啊 之类的问题 完全是在打探 如果没有家人 那互换灵魂后 她就不用费尽心思的养老了 而信仰宗教呢 就又能省去很多繁琐的步骤了 直接交换灵魂就好了呀 不过影片我们都看了 显然肉身是不信的 也就出现了主动引导女主 去阁楼拿种子的环节 再故意弄出点声响来 让她发现所谓的秘密 至于红砖粉呢 其实也是个幌子 之前去交战的时候 律师卢克表现得很害怕 虽然女主先进 可直到最后 我们也没亲眼看到 卢克是怎么进去的 这里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为了给之后做铺垫 他不能让女主看到 自己是不怕红砖粉的 还有一种 则是导演在给咱们观众下套 悬一篇嘛 不来点套路 怎么能骗过在座的精明小脑瓜们呢 是吧 他每一次出场虽然都没有开口说话 却都表达出了不同的含义 一开始他全身瘫痪 目光呆滞 其实是在隐藏自己能走路的事实 而下雨那天夜里呢 他看女主的眼神 其实是多多少少带点怨恨的 他都快逃跑成功了 愣是被女主给抓回去了 你说气不气人 在之后呢 班在镜子里看到的也不是鬼样 而是他第一次看见 交换身体之后的自己 哦对了 还有一个比较隐藏的细节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出来 就是女主施法的时候啊 班流出了眼泪 看起来好像是被感动了 但实际啊 他还在为女主悲哀 就像影片最后 双头医生说的那样 现在的人已经不容易相信巫术了 而班想必也经历了 女主此时此刻经历的 从半信半疑 到最终相信的全过程 也拆除了女主会重蹈他的负责 所以他哭了 悲哀的哭了 总之就是在不断设下宣讲 让女主一步一步的相信巫术 直到彻底深信不疑 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而影片的最后呢 贾律师也宣告了 这座房子继承给了 所谓的女主肉身 而这个不经意的搭肩 我们也不能看出 这俩人已经相中了肉身的闺蜜 如果你喜欢 江景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更多好看的电影 好看的剧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